墨西哥外交部长马赛洛·艾布拉德 5月12日表示 由于第42条禁令于5月11日午夜到期 移民流量在创纪录的低点之后有所下降 这名官员还表示 最近几个小时在美墨边境 没有发生冲突或暴力事件的报道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 本周试图从墨西哥领土跨越共同边境的移民 被拘留的人数达到创纪录水平 他们希望利用新冠大流行期间 实施的限制被取消的机会 5月11日在新规定生效之前 移民们争相进入该国 场面一片混乱 该规定假定 如果大多数移民没有首先在其他国家寻求保护 或者没有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 他们就没有资格获得庇护 拜登扩大了合法途径的范围 这个星期 成千上万的移民躺过河流 爬过围墙和堤防进入美国领土 根据美国国家边境巡逻委员会称 5月12日 大约有2.5万名移民 被关押在边境附近的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设施 较本周早些时候的记录高点略有下降 根据报道 平均每天大约有1万名移民非法越境 5月1日 人 人 人 准备 人 帅 感谢观看